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孙慧桥 大家好 我是孙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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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很晚了 肯定有噪点来开始 我已经看不见自己装面了 也不改了啊 有没有延时 把自己的脸说这么短 很不容易了 你们要看的烟熏装 我画给你们看了 就是比较温柔一点的 这种烟熏妆面 就这种全包眼线 还带一点小烟熏的感觉 又气质 但是看着却又温柔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 长连版收获桥 长连版收获桥 大家看一看啊 瞧一瞧 如果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呢 接下来就看视频吧 如果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 接下来就看视频吧 像拍的那个相机都曝光 这个亮好省哦 每次涂一点点就够了 碾鱼 我一直找不出它贵的道理 这种质感的防晒 好用的也有很多嘛 就是这个价位的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我发现它一个均匀肤色特别好 就是出去的时候 可以把它当隔离来用 那天我妈回来还说 这次来看你细色好很多 所以我想说防晒有润色的效果 还有就是它上底妆之前 你用了它妆前乳不用上 它直接可以让粉底吸在上面 然后又不觉得干 可是你单涂它吧 你又不觉得油 所以我觉得这点很神奇 这是它其他防晒没办法替代 好嫩哦 像小学生的 上苏库的底妆 我苏库一瓶已经用完了 人生第一瓶用完的粉霜 你看这颗痘我也不敢挤 那种三角区的痘 大家都不要去挤 之前不是有个新闻旅说 谁挤的颗都挤得 牺牲了 吓死我了 更不敢挤 苏库的妆形真的在我脸上无敌 怎么这么好 你看 好好 然后拿直针就有这小方管去做提亮 但我觉得 我去买的更白一点是好 专门做提亮 它到后面还是会跟肤色融合 可能还是提亮不够 这颗美脖子好臭 上桌霞 前面还是用最白的那个 我痘痘长得起亮区域 所以像这种长在暗面的我就管它了 什么 这过了25还第二春了呢 以前从来不长 白毛之中 跳出时间赶紧拍内容 其实我好想睡觉 困死我了 你们看一下这无暇的底妆 宛若天生的 几乎 我一觉醒来 那个皮肤就这样就该多好啊 好怀念以前没有对应的日子 今天妆面的需求关系 我一定要装定妆散粉 其实是想给你们看一下 新收到的这个 好看啊 他们家送了我很多东西呢 这个散粉我给你们看 它有个设计很特别 它里面是这样碗状的 这里有一个凸出来的东西 用的时候呢 把它倒过来 敲两下 再打开 我觉得这个做很人性化 因为它这里是凹进去的嘛 所以打开的时候 它里面多出来这块 正好的是一次的用量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你还能看到一个etch的一个logo 我怎么运气不太好呢 怎么没遇我 然后它这个凹槽 蘸刷子的时候就非常顺手 用的时候呢 稍微抖一抖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我这里看起来非常的 哇 那个烟雾我要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吗 很细 烟雾缭绕的那种 哇 好漂亮 像这种散粉 你最好少扫一点 问过其他高级化妆师吗 他们的散粉都不会扫很多的 就一点点 就让粉底不是一个湿的状态就好了 你看 这边是定过 这边没定过 很薄很薄很细 几乎看不到什么差别 但其实你摸上去 这个时候已经是干爽了 它这款里面是没有滑石粉的 不加滑石粉呢 喷到水 或者是天气潮湿的地方 它不会容易结块 还有一点点的遮瑕效果 因为我这颗痘印刚拍上去 它说我淡了一点 这款我试过 最好不要去后用 后用的话 反而会显得肤感不好 但你如果轻薄的用它的话 定妆效果又好 整个出来的肤质感也很好 哦对了 之前小白还给我发过一个视频 是一种实验的 我想试试看 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实验 球大哥实验室来了 拿两空瓶的 这边水多了一点 然后喝掉 一样了一样了 一模一样 这边我用all glass的 这么多的水 我得倒多少量啊 人家是用的那种试管 家里母有 你看中间是有个etch的 很好看 最好拿把小刀 这样准一点 你看它的粉 画得很快 然后又很细 再用别的散粉试试看 它是会喇在瓶子上 浴水之后就容易结块 会容易斑驳 然后它 你看它瓶子上一点都没有 浴水就不会结块的 哇真的耶 如果你们手上有散粉的话 你们也可以做个这种实验 雪大紫丝了 撕个樱塔 嗯 哎呀霍小姐的脸真的好短 怎么办 抽色 然后呢 开发框这一盘median和light色号 其实你们修鼻梁的时候就看 鼻梁它高光那根多粗 然后它眼睛前面这块也是暗的 我眉头颜色黑了点 修鼻型这种地方 鼻头什么的 就要用median色号 你知道吗 拍视频会被我自己化妆 要慢好多好多 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它整个鼻梁 也全部提亮 但是不然腮红过度一下 因为这小燕薰妆嘛 整个眼影这边都会很深 整个那修容打满 就直接拿median色号 越画越像一个盘规模特 它是方下巴 我脑里可以聚效吗 这个 太稠了这个 修容就用light色号的 稍稍带一下 把项骨就可以打下去 它这次腮红打得蛮狠的 当然没有我下巴狠 像掏了个盖子一样 跪起来的 下嘴身挺厚的 上嘴身绝对是个难度 这个纯珠没有的一个 等一下我可能用眼线笔 先加点这颜色我自己看看 median和dip色号 拿uni的黑色眼线笔 看到它是这种顿顿的头 眼线的刷子就把它晕开 其实最好是用眼线笔 而不是眼线胶笔去画烟熏 眼线笔好晕 眼线胶笔不容易脱妆 这种就很老式这种眼线笔 它就会晕 但是又很脆 然后画会有点硬 它眼尾没有拉得很长 就一点点 烟熏最怕显凶了 但是宋慧桥这个烟熏就是很温柔 它的上眼皮是这样的 下眼线笔融化一下 抓把干净的刷子 然后拿米拉尼这一盘 敲美的 拿这个棕再加这个黑 混一混去兜它的下眼线 你看这眼线已经有点晕了 从眼瞳的内侧开始起笔 向下兜 得到眼尾跟后眼尾这里相连接 差不多这种感觉 然后边缘呢 要这种晕开的感觉 不要太实 太实就不好看 然后睫毛根部这边要实一点 所以再加深 再拿里面的这个深棕色 去晕上眼线 它是眼头眼尾好像晕开的很深 眼中部分它没有一条很实的线 然后它这里有点可爱的一个小尾发 它双眼皮的褶皱处 有点用了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 这种棕掉有点发绿灰的这种 而且范围特别小 就在双眼皮褶皱里面 但是我双眼皮褶皱比较宽一点 有点这种感觉 眼尾有点加深一点 因为它眼尾的那个双眼皮 是比较窄的 你这样粘住 但我这样一画我的眼型就不对了 眼窝有一点点泛粉色 有一点点棕里偏红一点的感觉 就是暖棕的 然后再拿点这个白色提亮色 这样就会少了非常多的攻击性 再来把小刷子去沾这个 粉粉的很亮的颜色 这个颜色画过才贼美 跟前面做的眼影画个衔接 然后它的睫毛到时候还要炸它来 眼线晕得熊猫了 等下拿眼线叶定一下 这只眼睛会有点尖尖的感觉 看这只就很圆 作为主要它画烟熏看就都温柔 就因为它眼型就很圆 长得就很温柔 画烟熏只不过让它更有绳而已 鱿鱼跟它眼型很不一样 我要再眼尾的地方拿深棕色 刚刚用的深棕色 这里加深 就不会显得很酸 鼻红的这么厚 但一定要圆弧不能尖 不然整个面相就变了 你们看我这只眼已经圆了 画出来就比这个好看 圆完 都不太像我了 这里一条拉平一点 它睫毛啥呀 哦 炸开的花朵呢 但是是那种假睫毛 因为画了烟熏吧 你底色很黑 所以就会显得你的睫毛看不见了 就只能贴那种假睫毛 会想解释为人能接近吗 为什么呢 装面这片这么糊啊 糊死我了 就肯定分段贴的 我觉得我卧尘的颜色也不是很够 再拿个提亮色 哦 好像太长了 好亮了这颜色 就没拉你那里高光色 我这次用橘的试试 反正还是白的好看 然后再拿这个 有点人鱼肌的颜色 前面不是用这个色吗 先来用这个色 这个色稍微深一点 我要去压一下 卧层这个 加一点点棕色去压 嗯 差不多 这个色加这个色 那我想让下面变得柔和一点 加一个这个颜色啊 就是眼窝色啊 加在这里 我想让这个眼尾的颜色 稍微柔一点 看得太凶了 我去挑副假睫毛了 我选了这副试 我觉得比较像一点 因为它是前短后短 中间长的 然后又细细的 反正差不多这种效果吧 我喜欢这种分段贴 头的话可能剪四段 然后中间 因为我的眼型是这样长的 如果贴单条会不太自然 这里就是三段 然后它要贴得很翘 贴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这里可能还要剪个三段 最好剪一段贴一段 不然会飞掉的 贴到哪段都不知道 贴的时候就要竖着点贴 其实我最不喜欢贴夹睫毛了 然后还刷睫毛膏 你看这样近看也很真 看到吗 只要把中间那些 用眼线笔填上就好了 夹睫毛了 知道贴完了 现在要画眼线液 哎呦这尾巴我也很穷一画 卡住了看得好呆受 眼线液呢 用斯蒂拉新上的这支 这是我临时要上架的 真的太好用了 我跟你讲 信我这支真的很好用 很持久 很防水 根本就不会晕 记不记得我以前很早的时候 画新娘妆的时候 不是有只TF眼线液吗 它不是一头粗一头这样 这样的那么小的吗 我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一只头 这么小的眼线液比 因为TF那支 因为有点贵 然后这支真的好符合我的心意啊 超级好用 这个头 画那眼线一点都不会痛 主要很精细 上色也非常好 没缺点 假如这种假睫毛衔接处的 就可以画得很好 这盘里面几个哑光色的 好实用啊 我觉得深棕色的这种烟熏啊 会比黑色的烟熏来得好看一点 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温热的颜色 所以年纪大了 像这样假睫毛根部留白的地方 就可以用黑色的 这样松松的好看一样 这样太森了 接着呢用KISS ME的线长版 去把这个假睫毛和真睫毛混在一起 顺便还要加长 因为它这个睫毛就像我贴的 这种根根分明的 但是又很长 这把节目好好看啊 刷起来 好真啊 202号 还有钱了 应该这两只 哇哦 先拿鼻影去铺个点 看它眉头跟鼻影是做衔接的 先拿一只那种深棕色的眉笔 它的眉头是很粗的 眉弓线的眉底下面剩下弯的 这样的毛流就舒服多了 然后算我一下眉毛它是有点蓝色的 拿着直层袖的 浅一点的 眉毛染一染 没有那么黑 我的太黑了 差不多是这种颜色的 但它底下也很黑 人家自身眉毛条件长得很好 不像我 画美了 自从关了眉毛之后 我用它画啥都不顺 接着再拿深黑色的 将几根需要着色深一点的地方 分改眉形的地方 所以眉头是要平的 然后这一笔 眉头跟眉弓线这一块 是衔接上的 不然会断接感 眉毛的眉弓线呢 可以是最深的一根线 毛流最相众一点 眉头很平 我把眉毛往下画了一点 我看它其他的照片 它眉尾是这样子 有点下挂式的 然后上腮红 腮红它是有点棕掉的 我拿这个颜色 就是有点南瓜色系的 感觉这一块全都是 它有闪光灯的那几张吧 你会觉得它的腮红和唇膏 是偏粉的 但那张站在PRODA前面的那张呢 我看它又是南瓜色的 但我比较喜欢南瓜色 回忆就换南瓜色了 整个要把裙骨打薄的效果 就裙骨收进去的那种效果 但是这里呢要淡一点 不能那么顺 它整块下巴这边 也会有点这种颜色在里面 反正它下着短 然后拿开瓦框里面的这个高光 它这个是有点淡金的嘛 所以我觉得刷在鼻梁上很好 它有张照片 其实感觉它的鼻梁 是金金的颜色 就不会显得 鼻梁太抢眼 或立体 但又不会觉得 哟一下子就整个看到了 就鼻梁 眼睛中央的鼻子 然后被鼓出一掉 下巴扫短了 所以那个高光区 也整个打得热 不能再往下 拿PF的小南瓜色 选了半天 选了这个颜色 还是喜欢这颜色 跟腮红衔接的好 涂在手背上 用手指去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